给大家带德国乒乓球公开赛第三天的赛事 另一场的热化的程度 来看看在这次德国公开赛 托尔森索洛夫分来到决赛 比赛开始 容易把自己打懵 紧张 前面推的时候呢 不够好 这种球呢一定要抓到 很多时候就把你当成横板打的 不见得是完全把你当成直拍打 沙姆索洛夫吃了他的旋转 这种球 沙姆索洛夫很难有机会失误 哦好球 所以多打沙姆索洛夫近身球是 我都要确实发挥了非常的理想 来看看在这场决赛头 总体呢 他能否战胜 沙姆索洛夫 广告以后 继续为大家带来第二局的赛事 给自己打气 哇好球 沙姆索洛夫重新调整了 从上来基本上刘良拔不出手来攻他 他的眼神也是 现阶段是非常专注 精粹的结果 主要来说呢 像他这种的腿 那么有弹性 有力量 球切色 打成这个局面 哦 再度的起板成功 让他有十个局点机会 那最终 拿下最后一分 沙姆索洛夫 在第二局呢 出色的表现 让他成功 一二十一比十 球 对于有影响 成绩还是不错 所以他排名第一啊 对 哦 确实很 他放的很长 一堆教练 肩负重任 哦 好像肖球一样 因为这个球为什么呢 他离开以后 他的后进 这个是突然变正手的这个球 他离开以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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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对一个粉彩的拉球 上面所露锅成功的一样 这位世界冠军 第四局的比赛已经开始 很重要能不能一个四比 哦 这一次 运动员有这个打法 那么你要求质量了 不能 上车下 转的很快 哦 差一点 拧着手腕过来的时候呢 力量打的不是很大 现在他整个幅度 他反应很快哦 对 硬的也就等于 没打之前你已经先用力了 这个时候你的力量打不远 对 很好的优势 8分领先 就自如你刚才所说 他一直保持这种呢 起要这么快乐 对 手臂还要加上这种动作呢 可以说 他大环境 这有点职业就随时启动的这么一个 状态 嗯 最终刘国梁这一板的进攻得手 马上回来为大家带来决胜局的赛事 白鲁罗斯这一位 沙姆索洛夫怎么处理这最后一局的比赛 揭发球因为抽签就抽到这个揭发球 刘国梁 对 突然长的也有 拱的也有 嗯 以前正手的命中力没有现在快 也谈到这个问题 要抓住时机什么时候我要加快节奏 你就要马上加快节奏 提到去捡球呢 那个四起还一直 对 哦 好球 那看见在这第五局 决胜决胜是以后那中国的刘国梁 保持非常好的气势 哦 对 但是看看刘国梁是能不能保持自己的状态 确实 好 对 要几个跪 四五个跪 回到沙姆索洛夫的发球 很多变化 在总体上刘国梁 成功的一板军够 为他取胜这场比赛 他今天是以二十一十二 十比二十一 十一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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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